宋小姐, 世代物流有人上來找你 好像是想找你商量 購買奧元航空的事 宋小姐, 你不是在奧元開會嗎? 這麼快回來? 趙海, 在裡面 你不是趙先生 是誰? 是世代物流的營運重監, 徐先生 但我還開一間妹妹, 沒見過我 你叫我幫你查那個叫宋喬 他是網上的資料不多 不過我找了他幫幾本集字做訪問的理看 他是美國讀完新聞回來之後 就一直在電視台的財經節目當主播 香港和來地也有很多富豪 接受過他的訪問 四年前, 財政司也點命有他 來幫自己做訪問 就是因為有這麼多人物關係在手 所以他一開口說要九封投公司的時候 很多金主都主動開水口給他 多少分尾? 他是在2010年離婚的 知道他前夫是誰嗎? 他在訪問裡面沒有說過 好像刻意隱瞞前夫的身分 不過網上有傳聞說是做生意的 繼續幫我查 找到更多資料的話, 立刻告訴我 怎樣?徐山掛這麼多聖誦的女人 的資料來幹什麼? 你懂什麼? 談生意當然要知己知彼 畢竟這次是他進入世代的第一個任務 所以我們有沒有自己飛機就要看他了 你們知道嗎?我讀大學的時候 很多師兄弟都當成是宋橋為偶像 聽說有些還特地轉去讀傳理 都是因為這個美女師姐 那你知道她前夫是誰嗎? 那你就考慮我了 她結婚和離婚的時候都神神秘秘的 聽說她老公是個大肥佬 還說在內地做煤礦生意 我表妹在電視台做的 她說見過她老公來接她下班 她老公是外國人的 好像說什麼無業郵文, 扣老婆養 所以宋橋從來都不會提及她的婚姻狀況 你們說真的還是說假的? 老闆好像是一零年離婚的 會不會這麼巧合? 肥佬, 肯定是肥佬 外國絕對是外國 但別搶, 一定是肥的外國 接著深刻哭 服上, 衝就是肥佬 , 療的肥佬 唔, 呃, 靈底是肥佬 咕著? 臭, 吶, 博 打因為 唔。 嗶, 喜歡 谢谢 你欢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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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杯茶? 這首歌還沒播完, 我都喝光了 我這個人很說原則 你請我聽一首歌 我就請你喝一杯酒了 謝謝, 我想要你的十元兩 不趕時間吧? 好, 去你聽歌 聽到你不想聽為止 好 謝謝 謝謝 好 宋小姐,我昨天跟世代的徐先生說 叫他通知趙凱聯絡你 好 好,還有,他昨天拍了一條影片 叫你今天回來看看 什麼影片? 他昨天自己對著會議室的職員錄 Ben,開昨晚會議室的職員來看看 好 宋小姐,你好,我叫徐都明 我幾年前才從外國回來 我很肯定我跟你沒有接觸過 我不明白為何你會這麼抗拒和我見面 不知道我和你之間是否出現了什麼 誤會了 我想阻礙你少許時間去看這條影片 如果你看完這條影片之後 仍然覺得只有趙凱才有資格 跟你聊的話 沒關係,我不介意 停一停 是不是有什麼事? 輸入近一點,我想看清楚他的樣子 宋小姐,你是不是認識這個蔡先生嗎? 不認識,把影片傳給我回房間看 收到 1月份希臘貨會大選幕後 成全的成長,成績是同歐洲央行 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談判 內容涉及高達2,400億美元的索份措施 並且希望削減希臘部份層次的內債 上星期,澳元航空召開記者招待會 宣布和成豐資本達成3億美元的融資方案 成豐資本董事總經理宋喬 在會上解釋他們的融資決定 我們很相信航空事業未來的發展 同時更加相信澳元航空的實力 我很肯定這次融資的決定 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我也想透過這次的項目 告訴其他企業 雖然我們成豐資本是一家新的公司 但是我們絕對沒有實力和有限 徐先生,我是Zita 怎麼樣?什麼事? 我查到崇橋的前夫是誰 我知道你們幫務員 Hello,想看我有份演出的 法政先鋒錄行傳者的救贖 現在在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就有得看了 每天緊貼香港更新 快點下載這個免費藍色APP 隨時地播新劇吧